中午午餐时间你到哪里去吃午餐呢 来瞧瞧这是建成圆环 之前曾经是台北市庶民小吃的代表 但是呢历经大火之后 改建后的玻璃帷幕呢 外长完全不实用 美食街呢最后经营不善 后来办过流水席啦 开过人药餐厅 但统统一样惨兮兮 现在根本变成了蚊子馆一样 传出呢日商餐厅即将要进驻晚 改建成巨型温室花园餐厅 玻璃帷幕外墙 建成圆环只剩下新颖外观 里头早已成了蚊子馆 十年前改建美食街失败 建成圆环想办法重申 下一步要请外来和尚念经 在温室花园内用餐 里头还饲养特殊鸟类和民众互动 日本神户知名餐厅 最快今年夏天将进驻 但老邻居麻烦 疲圆环风采全没了 现在就吃饭好了而已 要做得好 这没效啦 里面的青春要来这里开菜 不过人这是小吃辣好 要种花然后养一些动物 这样感受 建成圆环历经多次改造 盖成玻璃屋后根本不使用 美食街撑不下去 接着办流血席 人腰餐厅通通失败 近期的能量市场 人潮更是少得可怜 北市府2007年用9年1000万 低价外包给台北圆环公司经营 每月平均9.2万不到 现在厂商还转当二房东 它不只经营不散 而且已经越来越不轮不累 台北圆环公司利用这样子来当一个二房东 我们是觉得奇奇不以为然 更何况说如果这家公司这个承包商 他自己不会念经的话 就请他不要再念 他们现在公司是重新改组之后 那他们所产生的英语当是他们的 那他不要教我 我政府他该交给我的钱 他就要教 昔日建成圆环 被市府搞到四不像 小吃美食文化遗产和老记忆 早就奏入历史 日商进驻 想扭转乾坤 开启另一场实验 这边是《网易事件》刘晓琪 台北报道